聽說你得到嚴重的腸胃前感冒 也是他照顧你 就是我大概昏了兩天吧 然後髮燒 我很久沒有髮燒 然後我當下其實覺得我需要求助 可是我沒有辦法 在很虛弱的情況之下 還拿起我的手機 然後翻譯給他聽 我其實是打電話 請我鄰居的朋友來幫我送藥這樣子 那他大概就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我睡了一天一夜吧 醒來的時候 他有煮粥給我吃 對 然後是用我家的貓喝水的碗 為什麼要用那個碗 家裡面有碗嗎 搞不清楚 我知道我那時候就是 整個已經虛弱到沒有力氣了 但是我看到那個碗裝得沒的時候 我真的還是笑出來 怎麼回事 其實那個稀飯是用貓飼料去煮 貓罐頭 比較的味道 很特別 那你在家裡都怎麼叫他 稱呼他 你怎麼不叫他爸爸 拜託不要在這邊逼我 我其實在簽書會的時候 那天許富凱有來 他是特別來賓 然後他就在所有的讀者面前 就是拱我 喊他一聲爸爸 他會覺得好尷尬 因為可能有看書的朋友 會覺得我的感情很豐沛 但我用文字真的比較容易表達 你知道我面對面講出來 我好難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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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書裡面 你有特別提到說 你其實都一直在克制自己 對他不要投入太多的情感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死別很痛苦 我媽媽走了七年了 到現在雖然我去掃墓 我已經不會哭了 但日本爸爸會 可是我覺得都還是時不時的 會聊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心裡面的某個點被勾起來 那個眼淚就會流下來 可能我本身也是一個 哭點比較低的人 所以我知道 我自己在我媽媽過世之後 我有把一些地方是關起來的 可能我盡量不要去碰觸 那我就很怕 我對日本爸爸的感情 如果用太深 將來他離開 因為我已經做好準備 是要陪他到他的Ending 對 那到時候又很痛苦 我覺得不想 你平常就常常罵罵他 感情不會那麼深 白癡 你就拿那個貓的那個碗 再給他吃飯 不想吃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感上的變化 會 因為我其實會覺得 人跟人的相處 那個情感一點一滴的 那個釋放出去 其實是自己不能夠控制的 像我剛剛聽冒冒講的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很感動 他雖然感覺到自己有克制 但我其實會覺得無形當中 他的同理心 然後他的付出 然後他的那個美樣對他的那個日本爸爸 日本歐吉桑所做的 其實情感已經是流露到 就很感人了的一個程度 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我真的覺得很不簡單 要可以跟他分享生活的時間 空間 金錢 然後分享 改變了很多自己的一個習慣 我覺得這個不是情感是什麼 所以這些調整 其實裡面就蘊含著很深厚的情感了 所以我覺得他有高度的分離焦慮 其實我們很害怕再經歷一次 分離的焦慮 所以他剛剛有說到這個 所以我好像覺得自己保留一點 但你其實很難得 對啊 你很難去克制自己說 我現在要放兩分情感下去 我放十分 其實我覺得不太可能 你怎麼克制 怎麼克制 我也不知道具體的行動 或者說具體的描述應該是什麼 但是我自己有意識到 我對我媽媽的感情 跟對おじさん的感情 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個程度一定是有差別 媽媽離開是那種 撕心裂肺的追心之痛 那おじさん對我來說 比較是責任 我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 在你的生命裡面 我陪你到你的最後一天 讓你就是接下來的日子 不要有太多的憂慮 我覺得對我來說 應該就可以了吧 媽媽 你媽媽對媽媽這麼想念 那媽媽是放在日本 還是放在臺灣 在臺灣 在臺灣 那其實人都會百年 這個日本爸爸也八十四歲 那他百年後要放哪裡 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說真的就是你買一個塔 只是蠻貴的 或者是你土葬 真的也蠻貴的 你買塔多貴 你不要一直看我 你以為我最老嗎 沒有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真的要 就是如果真的要走那一整套的殯葬儀式 其實要花蠻多錢 所以我其實內心裡面有偷偷的覺得說 就是簡單就好 樹葬也可以 多環保 可是我就是在他來上節目的時候 問他說 你真的有問他 對 因為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好機會 可以 我說不好意思 那我 我因為做節目 所以必須問你 對 我就說那我想要知道 你這方面的想法是什麼 是 你想要回日本落葉歸根 還是你想要在臺灣跟媽媽一起 他就說他其實不知道 這個花費是多少錢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他當然還是希望可以在媽媽旁邊 這樣我媽媽也比較有伴 話都講出來了 OK 所以就是媽媽的塔旁邊 還要在一個位置 好 找一棵樹 媽媽是樹葬 沒有啦 開玩笑 就是再找一個位置 所以你就是刀子嘴 真的 其實我其實上對你有一個 很重要的重要點 因為你媽媽過世之後 你跟他共同的連結 就是媽媽就是你們共同的連結 所以他其實你陪伴他 他也陪伴你 一起去走過某個 就因為你對媽媽情感投入那麼深 所以你有一些情感會投到他身上 可能你的哀傷會少一點 互相療癒這樣 對 互相療癒 為什麼你對媽媽的情感這麼深 我覺得我媽媽很偉大 就是他個子小小的 但是他的能量很大 他從以前 我從小的時候 跟父親離婚 在不會任何日文的情況之下 就去日本討生活 然後一路以來 他給我最好的經濟生活 但是他的內心又一直覺得對我有很大的虧欠 所以我常常都會跟就是一些單親媽媽的朋友講說 你們千萬不要覺得因為失婚 而對不起自己的小孩 小孩在長大之後 一定都能夠理解的 對 那媽媽去日本這麼打拼 你說都給你最好的物質生活 那是什麼樣的 因為我媽媽去日本賺錢的那個年代 日幣回臺灣還很好花 所以他每一趟回來 我都有很多在那個時候 叫做舶來品的巧克力的衣服 機器人玩具 那我寒暑假可以去迪士尼 這些可能就是對一般家庭的小朋友來講 他們是會很羨慕的 對 我雖然是在單親家庭長大 但是我一直都被當少爺在養 包括我阿姨的一家人 我的表哥表姐們都 你住阿姨家 你小時候 我是阿姨帶大的 然後我阿姨有五個孩子 都是我的哥哥姊姊 哥哥姊姊也都把我當成親弟弟一樣 所以我從小就是一個少爺 所以只要我們買柏萊品給孫子 孫子以後應該會 試試看 那聽起來好像還是要 他們就講到柏萊品 要投資 那那些東西分別是什麼 你說媽媽買的東西嗎 我印象中在我國小的時候 就會有那種雨傘形狀的巧克力 那有吃過 雨傘形狀的巧克力 上面還一捲一捲一捲 吃到最後那根是塑膠的 對啊 你帶去學校同學就會覺得 哇 你好特別 對 真的 然後以前我記得小時候的那種變形金剛的玩具 五隻獅子拼成一個萬獸之王 對 那個對男生來講也是 哇 你有這個 很炫 酷炫 對 那個玩具小時候我很羨慕 有那個小朋友 對 他五隻獅子 有水 火 風 沙漠 跳到太空合成一隻 我跟你講帶去學校 走路有風 對 還有什麼 然後我媽媽很支持我的任何我的想法 因為我會穿耳洞 我會染頭髮 我媽都會說很好看耶 認同 他認同你 接罵 我其實是一個還蠻自律的人 就是我書會唸好 但是該玩的我也不會少 那我媽媽也從來不會擔心 我因為喜歡看明星 然後就耽誤了我的功課 你穿耳洞 什麼時候 大學吧 本來很害怕被罵 然後我媽就說不錯 很好看 你給他穿舌頭看看嘛 但現在他也看不到了 所以也不用這樣 他說罵舌頭髮 然後問你還染頭髮 對啊 有沒有刺青 沒有 但是媽媽都稱讚 但是你很害怕他責備你 對 我的個性就是 我很不喜歡被檢討 工作上也是 就我如果主管來跟我講說 你今天那個新聞怎麼樣 我那個腮明會非常非常的明顯 可是我不是氣他來罵我 是 而是我覺得我怎麼會有機會讓你來 我面前跟我講說 你哪裡做得不好 小茂其實也在我們媒體圈服務 是 是 過去 所以父母對小孩的認同還蠻重要的 很重要 欣賞 認同 接納 理解 這幾個都非常的重要 欣賞 接納 認同 理解 因為他剛剛有提到 我覺得他媽媽還給了他一個獨特性 就是他給我都是最特別的 那那種我是一個特別的小孩 我覺得還蠻重要 那像認同之所以重要 因為大家可能在心理上 認同才有歸屬 因為如果我不認同我媽媽 我覺得他在這設計世界上 如果沒有一個歸屬 感覺上有人疼我 愛我 沒有那種歸屬感 其實會很漂泊 很動蕩的 因為媽媽也不在身邊 然後我覺得還好你媽媽的家庭很有愛 不然你可能會聽到很多那種酸言酸語 這時候的你的心理健康會受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他媽媽的家人 他不會覺得自己 那個獨特性是我被愛的獨特性 而不是我不被愛的獨特性 可是如果說父母真的很不認同 他那個作為 比方說穿耳洞 在比方說國中或高中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還是可以說 說什麼 我覺得你穿耳洞 我會覺得有點擔心 或是說我想瞭解 你何以要穿耳洞 還是先理解他 而說你穿這什麼耳洞 你要跑 好好不讀書 去穿這個耳洞 學壞做什麼 那就不理解孩子的時候 孩子就會也會對抗你 所以還是不要先反對 對 還是可以先理解他 那如果說真的不認同的話 那可能會說我不認同 但我尊重你 老師講的曾經在我身上 發生過一次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說 來 先休息 進化告